太香了 这一锅价值差不多500LB 今天到朋友家来做小年夜 要特别感谢我这个朋友提供了他家里作为场地 还有那么丰富的食材 大家猜一猜今天我要做一个什么菜 这边有笋、姜片 这一锅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 我们是炖了差不多6个小时之后现在捞出来的 里面有鸡鸡、老母鸡、猪蹄和排骨 那这个就是炖了6个小时之后的高汤 我们放在冰箱里准备等一会儿开始炖 那你看到已经冻成冻了 所以就是满满的胡椒圆 这是泡好的花菇 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是澳洲的新鲜的爆米 差不多是6块钱一个澳币 这个是鱼胶 已经泡好的 也是花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现在泡成这样 泡得非常好 这个海参也泡得非常的漂亮 也花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现在已经泡得胖胖的 这个有一点摇住来提鲜的 这个大家有可能看过它干的时候的状态 这个是已经泡发好的鱼翅 当然吃鱼翅有可能很多人比较反对 但是这道菜鱼翅是必须可少的 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准备这个东西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带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米兰菜 非常出名的米兰菜 叫挖跳墙 刚才就是说的食材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食材 我朋友是从干货市场里面 买的新西兰的食材 这个呢就是鱼肚干的时候 你看它泡完之后 很大肚白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鱼翅肝的时候 我们泡完之后 煮完之后 然后我们等会儿在包汤的时候 还会把这个鲨鱼骨放在里面 然后这个海参 可以看到这个分别非常大 这是没泡发前的海参 和泡发之后的海参 你看分别多大 这个就是泡之后 差不多是三到四倍的那种感觉 这一锅整锅东西 那么优质的食材 那出来的味道 分量肯定不会差 食材都已经ready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入锅 准备开始做了 我们先放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把姜片 大量的姜片 因为今天的那个里面有很多海味的东西 所以一方面可以去腥 然后 也可以这样 好 然后放入粉片 我们把这些材料 一一的放进去里面有鸡 鸡精 然后 猪蹄 这些 这里面这个整个汤里面 什么调味料都没有放 但是这个汤鸡本身已经非常的鲜美 那现在我们再来 我们再放入一些姚柱 姚柱已经泡了 然后 直接 我们把这个花菇 我们来切一下 十四刀 比较好干的 现在我们还剩下这几个食材 就是最贵的 有鲍鱼 鱼 鱼翅 和海鲜 现在我们是要先把汤炖完之后 对 炖的差不多 一小时左右 我们再把这些食材放进去 我们现在就把那个高汤放进去 你看这个高汤 大家可以看一下 鞋冻鞋的 吃完之后怎么会不年轻漂亮呢 现在还没开始炖 我觉得我的口水都 有 有 端起来 这好重啊 我不知道 今天我们能不能把这一锅全部给消灭掉 太重了吧 好 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熬制 我们的活跳墙终于做好了 嗯 好香啊 有口水在那里出来了 太香了 这一锅 价值差不多500澳币 但是 对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 吃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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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